那你说你当时养孩子特别不容易 那怎么就一下子就 就转年 你15年这一年在幼儿园 当了一个 幼儿园老师 然后16年到现在 自己做生业 对 然后月薪十万家 对 您是什么行业 属于疗愈行业 那是不是比如说疗愈 我懂你这个就属于疗愈 真的算其中一种 算是吗 对 我给你推荐一个 我们这位潮汐先生 他就在疗愈方面有妙招 我特别想懂你们那个行业 你说说你这个疗愈行业 让我也开开眼 什么样的疗愈行业 这么赚钱 我刚开始就是做瑜伽馆 然后瑜伽馆发现 可以就是大家知道的 熟知的是瑜伽考案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后来我发现瑜伽并不严谨 因为瑜伽的这个起始 它是有一定特定人群的 然后后来我就接触了普拉提 我就觉得它功能性更好 塑形 然后变美 但是后来又发现不够 后来我就开始去学一些 听手法的调整 然后就学了这些之后 可能帮助的人就会更多 然后又延展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然后就现在创了自己的手法 就是这样子 您这个现在还在做对吗 对 目前是我还有店 那您这个月薪十万家 是单管还是总收入 就总收入 那您今天来想要多少钱 没有 我今天想要的是机会 其实我更想 因为我做的是美和健康 这真的是大家都需要的 那您的意向职位 我看写的是培训师 对 哪个领域或者哪个大类的呢 就是我的这个行业的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了解五八同城 它里面有月扫 其实产后妈妈最好的身体调整 是在三十天之内做的 所以这一方面 我觉得就非常需要我 或者是我今天还观察到了 霍总这边 他有主播 现在主播 健康类的主播 包括训练和手法调整类的 包括面部的 配合您的这个产品 因为我经验不足 但是我自己也在经营自己的 不能叫经营 应该就是试着去放一些抖音号 因为就是供我的学生去看 因为我是全国在做培训 但是您也在给我们一个 您能接受的最低薪酬啊 五千家 天津最好 其他的地方如果讲课的话 让我来回飞 就可以 五千家 一个赚月薪十万 现在找一个五千家的工作 如果我好像有点很难理解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一项鞋是五八 可是今天段总坐在了专家席 那专家席的人能招人吗 在我看来我觉得不惊一隔 我们今天是解决 求职者就业的问题 至于我优先给大家来找 但是呢 如果我觉得他好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去争取这个机会 帮大家抢一抢 我看你的经历啊 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对 然后你也没有做过什么 这种真正的医疗 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培训 然后你现在找的工作呢 五千块钱就可以了 然后说要到五八那边 去做这个月扫 你到底到今天来 到这来是干什么的 你每个月可以拿十万块钱 你为什么要找个 五千块钱的工作 我如果不去突破的话 我可能五年十年之后 或者是甚至一两年之后 我就拿不到十万了 你有算过你现在 如果每个月能拿到十万 五年十年 咱都别说十年 六年以后你算过 你有多少钱吗 您要知道 我的培训费是特别贵的 我出去学习是特别贵的 我出去学习 不加吃素 一天两千学费 就你每个月赚十万 是纯利润啊 对 那你现在的客户 从哪里来的 就是需要健康和美的 那怎么找到他的 他怎么找到你的 大多数是转介绍 一次一个人 大概多少钱 现在一次一个人 是六到一千五不等 要看他做的项目 一个人 一天上六个小时的课程 不是 就是不是一个人 是我一天 要上十二个小时的课 也就是十二个人 那你就要赚到 一天就要六千到一万二 有可能 好 那一个月是多少 十八万 因为我有半个月在外面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 一个星期在外面 那一个月也是九万 最低也是九万 那不用找工作了 英琪 我觉得你把这个逻辑 要说清楚 就是说什么样的机会 平台 你宁可放弃月薪十万的工作 然后找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 机会首先就是 我可以进入大的企业 去感受这个架构 因为在那里 我可能五到十年 或者是甚至一到两年之后 我的价值远远比我现在更高 因为我现在的平台 就是面对我每年 这一百多个会员没了 就是这个平台太小了 其实我的客源 已经在被稀释了 因为我还能保证 这个情况是因为我的价格 因为我的价值在涨 可是我现在觉得 自己的价值在涨 能接受的人就少了 那我就要考虑我未来 为什么我刚才 在上台的时候说 我要再一次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就是 再把自己打回原型 再重新走 因为我现在有强有力的 就是我有技术